由大学学生自发组成的权力评鉴调查小组 调查全台湾149所大学院校的学生权力状况 发现有将近八成的大学到目前为止 仍然限制学生的言论与集会结社自由 今天他们到了教育部前表达诉求 希望教育部能够改善学生的权力现况 来自全台20多名大学生顶着大太阳 聚集教育部前高喊诉求 学生自发性组成学权调查小组 却发现在台湾自由社会里 仍有高达八成的大学院校 限制学生言论自由 今年的四月份我们办的 所谓国光石化的校园游行 在校内我们也是遭受到 校方的一些管制跟打压 甚至有学生被遭到约谈 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对于言论自由跟集会结社自由的 一个管束跟规范 大学还要继续检查 这个没有人能理解 所以学生拿了报纸就会跟我们讲 老师 你不是跟我们讲我们国家是言论自由吗 怎么是这个样子 我怎么跟他解释 学生团体不满言论自由受限 要求教育部出面改善 除了向教育部陈勤 学生也呼吁教育部把学生权益 纳入大学评券范围 才是真正保卫学权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学权的指标 应该被纳入到大学评券的指标当中 就透过大学评券去保障学生权利 大学生以实际行动保卫学权 强调如果教育部没有现实做出改善 会向监察院告发教育部读职 新唐人亚太电视副东李宜君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